我覺得第一個就是說 十八歲公民權 國民黨是一定是贊成的 第二個 淚普塞 其實我也贊成 但是我們就覺得 老是被民進黨欺負 比如說 比如說十八歲公民權 這件事情 我們在推公投綁大選的時候 民進黨就告訴我們講說 這不行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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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呢 因為一個選人 一個選士 選人跟選士要分開 選士呢 就要必須要很長時間討論 不能讓選人去受 不能受到選人的影響 這個是公投綁大選民進黨反對的理由 好 那我們也接受了 因為選舉 公投我們輸了 結果現在公投那個綁 就是現在十八歲公民權 又要跟年底大選綁在一起 那我想說 那你不是告訴我說 選人跟選士要分開嗎 十八歲公民權是選士 那九合一選舉是選人 怎麼現在又可以合在一起了呢 那到底 這是跟人有關的 人的十八歲人的投票權 但是他是一個議題 就是他還是一個是 所以不是應該不是應該要分開嗎 我就覺得怎麼好像怪怪的 好像覺得我們以前被欺負 然後第二個就是類普篩也是一樣 就是之前我們有人主張普篩 因為覺得如果要清零就要普篩 這是最快的 那民進黨就告訴我們說 不行 這個 你如果主張普篩的話 可能會有極大的偽陰跟偽陽的問題 那會造成臺灣的這個能力被掏空 然後看現在類普篩 類普篩是用快篩劑 快篩劑最多是達到九成 九成的準確率還不如PCR來得高 那居然 居然說現在可以 又又沒有偽陰偽陽的問題 然後之前還說 如果主張普篩的人就是跟中共隔海唱賀 因為因為中共是做普篩的 那現在說類普篩又跟中共又無關 所以我覺得 其實我是支持 我跟你講我支持類普篩 為什麼 因為現在大家就想要清零 還是走走向清零的路 現在還是比較往那個方向 可是要清零就一定要趕快把病 就是染疫人把它找出來 然後把它隔離 這樣才有可能杜絕隱形傳播鏈 但是 但是為什麼你之前是講不可以 然後現在又說可以 那我就覺得說很委屈 所以這個 我覺得第一點是這個 那第二個是那個蔣萬安的部分 我我確實覺得蔣萬安是有點危險 但我們做這個事情 跟蔣萬安都沒有關係 我覺得就是純粹就是就事論事 蔣萬安現在危險的地方 是在於說我覺得民進黨也很聰明 他就是隔山關虎鬥 他們我覺得民進黨 一定會很晚的時間 才會提名他們人選 可能會拖到七月或八月 都有都有可能 那這段時間現在三月 就看蔣萬安跟黃珊珊 纏鬥到七月 兩個打了一個兩敗俱葬 然後忽然間推出來一個 不管是陳時中也好或誰也好 就穩坐四乘五的支持度 那四乘五 剩下五乘五 五乘五 那蔣萬安跟黃珊珊兩個分 一個人分兩三乘 那陳時中或者是誰就穩上 所以你看現在黃珊珊跟蔣萬 其實打得非常激烈 黃珊珊今天 我覺得已經到了口不遮攔的地步 他居然講說國民黨的支持度 只有一乘 然後就說那個蔣經國的孫子 看來還要再努力一下 九層的進步空間 講得挺好的 姐姐鼓勵弟弟 有什麼不好 可是他可以講蔣萬安 蔣萬安有名有姓 對不對 像黃昊大哥稱我就葉元之 他不會稱我說 長得很像吳彥祖那個 就是感覺很不禮貌 就長得不像吳彥祖 感覺很不禮貌 就是說你好像說那個名字 那個是髒到我都開不了口 原來是這樣 我覺得就是有點故意嘛 然後故意把蔣經國講 拿出來 就是想要操弄說 你看又是又是把蔣經國當作包袱 否則為什麼你要這樣看不起人家 人家現在也是一個獨立的個體 為什麼說人家是孫子 他又不是什麼金孫 所以講話就有點刻薄 我不知道說他是不是吃到柯文哲口水 因為柯文哲講話就是很刻薄 所以兩個人在一起物以類聚 或者是互相影響 就變成這個樣子 那以後選舉一定會非常越來越激烈 那他也會吸納一些 就是可能固定的鐵票 這些鐵票是都不會動的 假設他有一兩成的鐵票的話 那對蔣萬安的選情 就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更何況以前臺北市從來都沒有副市長出來選過 副市長出來選市長 其實有非常大的優勢 因為他可以利用副市長這個職位 去跟里長綁裝 然後去放很多資源出去 然後利用這個位置 去結交很多好朋友 所以會讓他的那個盤 會非常的穩定 那這就是這個對蔣萬安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威脅 那所以我我是確實 我覺得蔣萬安是有點危險 如果按照這個局勢下去的話 哇這葉原子憂心忡忡 請教家文傑 那這個前面講的這兩件 這個民 被民進黨欺負 到底是不是真實的狀況 也就罷了 關於這個黃珊珊 這一段 我就必須說了 那上個禮拜 那個黃珊珊批這個蔣萬安的時候 說是他有九成的蔣經國的孫子 有九成進步構建 蔣萬安的回答 還不如葉原子回答得好 你們每一個人 那不管是在我們節目的臺北市議員張思綱 或是你來自新北的葉原子 你在批那個黃珊珊的時候 我聽了都血脈笨章 乍看之下都覺得有道理了 為什麼你們蔣萬安就講不出來 你們蔣萬安就要講一句微弱的 以蔣家人為柔這樣的話呢 反而讓自己陷入了更奇怪的一個狀況當中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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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有高度啦 我們還好 文傑 我先回應一下那個原子剛才講綁大選的事情 我們現在的公投法實際上是創制法 是創制 也就是說大家連署 然後你想要通過一個什麼案子 譬如說什麼不要三接啦 或是什麼什麼這些 那是創制案 所以他那個那個 他的根據我們現在的公投法 是不能夠跟大選綁在一起 但是18歲這個事情 他是屬於憲法的複決案 他是在憲法裡面特別規定 所以他的他的程序是不是照公投法來的 所以這個我想原子必須要搞清楚一下 那朱立倫他說這個什麼要先修公投法 實際上他是搞混的 因為朱立倫他對這個憲法的複決 跟這個公投的創制 我覺得他是混在一起 所以這個是不能不能夠放在一起看 那我覺得國民黨對於18歲公民權這個事情 我覺得最好還是閉嘴就好了啦 對他們來說這樣是比較有利的 就是說不要再去糾結那些程序問題 或者不要再去講那些 這些對他們都是沒有什麼好處都是沒有什麼好處 因為這已經是普遍共識了 基本上就普遍共識嘛 因為我們現在的公投法就已經18歲投票了嘛 民法民法現在修正 他已經要降到18歲已經通過了 只是還沒開始適用 就是說原來20歲20歲才叫做成年人 現在已經也降到18歲了 那所以投票權降到18歲 我覺得也是合理的也是合理 所以這個這個事情就不要再爭論 那至於黃珊珊跟蔣王安 現在確實是殺的蠻兇的 殺的蠻兇的 那因為就我們民進黨還沒有推出人來 那對國民黨的議員來講 他們現在就是想辦法用各種方法去圍攻黃珊珊 現在他們都聯合打這個炮打黃珊珊 你看想辦法去圍攻黃珊珊 但是我覺得對他們來說這不聰明 因為蔣王安是如果說民調可信 他還是他還是第一名 黃珊珊還是最後一名 你第一名的這個大家群起圍攻第三名的 你唯一的好處就是把第三名的氣勢打起來而已 第三名不會因為你第一名打他往下掉 這是不會的這是不會的 所以我覺得對國民黨來說 他們去群起圍攻黃珊珊 我覺得這個在策略上面並不是很聰明 策略上面並不是很聰明 然後他們上個這兩個禮拜 就去打那個勞動部長 勞動局長那個事情 陳憲宇打陳憲宇那個事情 我覺得都沒有讓黃珊珊往下掉 大家其實要知道黃珊珊她其實選舉 她現在選市長已經選到第四年 我要怎麼說 她是從柯文哲第二任 一開始當副市長就開始選市長 就開始選市長 也就是說我們台北市政府跟各個社會團體有關係的 社會局勞動局然後文化局這些局處 她只要和社會團體或是社會各界有關係 有可以發補助款的有有可以讓這個這些團體實際上是已經選到現在已經第四年了 是第四年了 所以我覺得那個黃珊珊她這個部分這個根其實是扎得蠻深的 扎得蠻深的 所以她不會因為蔣王安去打她就把她打掉這樣子 那至於你說黃珊珊說蔣 蔣英國的孫子我覺得這樣講也不妥 我個人覺得不妥 因為蔣王安不一定真的信蔣 說真的 因為蔣家到目前為止都還沒有承認都沒有承認這個事情 對 所以所以講講這個話就是變成歷史懸案就變歷史懸案 但是黃珊珊我覺得她文在問答 她她確實她她的民調是不會掉下來 她戰力比大家預料中強很多 對 沒有錯 然後對她來說對她來說的話就是只要能夠到第二名 她就有機會 她到第二名就有機會 但是我問你問那為什麼那個大家都覺得不妥 剛才那個原知識認為你這個不稀罕蔣人家的名字 連蔣萬安都不講 還講人家蔣英國的孫子 然後那個蔣萬安還說這是以蔣家聲勢攻擊她 那你認為不妥 是因為她根本是不是蔣家人都還沒有經過 對呀 這個是歷史懸案 那蔣萬安那麼緊張幹嘛 現在先跳出來說 我這個身為蔣家後人非常驕傲 非常光榮蔣家不是包袱是加分 這個時候他又突然跳躍成為蔣家 蔣家人了 這很奇怪 我們都認為所謂蔣家人 將來在討論的過程裡面 前一陣子我們都講過了 他的爸爸到底這個張孝顏的 蔣孝顏的爸爸到底是誰 現在連蔣經國自己日記裡面都不承認 這個事情 你現在突然這樣子出來 那你不是增加了更多的 對你的身份的疑慮嗎 第二蔣家人從來也沒有以你為榮過 蔣家人從來也沒有認同過你 第三他在這個這個是一個大的王牌 而這個王牌突然就變成蔣家人為榮 他是擔心黃珊珊拿掉他的身籃的票嗎 所以才這樣跳過來 立刻自己去做做成一個這個 但我覺得講 我覺得講話他沒有想那麼多了 我覺得對他來說 沒有選戰節奏嘛 因為他 對 因為他已經姓蔣了嘛 那所以所以他不能夠不維護他姓蔣 姓蔣的這個 這個這個是事實 所以當人家想到姓蔣 姓蔣怎麼樣的時候 他我覺得他也沒有辦法說跳脫出去 他沒辦法去跳脫出去 可以答得更好啊 可以答得更好 但是葉元之答的都比他答得好 但是葉元之是比較從客觀的角度 但是蔣萬安是身在局中 那你覺得他這個蔣家人為榮 這個算敗筆吧 有點操作他 操出他原本選舉的節奏 他應該是在參選前才能講這一點 這次是因為就我所知了 國民黨內部有統一一個概念 就是大家要出來打黃珊珊 不打不行 對啊對啊 西北 臺北都在打 高雄都在打 葉元之傳先知他最早 不是其他的現在國民黨籍的 臺北市議員 因為之前他內部檢討說 你們真的貼柯文哲貼太近了 這樣下去沒辦法選 蔣萬安沒辦法選 所以他們才陸陸續續站出來 就是說民進黨都已經講 你們在貼柯文哲的總該出來講一些話 所以這些國民黨的議員 包括蔣萬安 包括其他的國民黨的立委 都會在最近針對黃珊珊有一波攻擊 那他突然講到蔣家 是因為黃珊珊舉例 就故意去挑釁說蔣 蔣經國的孫子 因為黃珊珊罵蔣萬安 都不直接指名道姓的 那個人或是什麼圈圈什麼叉叉 怪不得葉元之剛才那樣悲從中來 你黃姐姐連我蔣萬安名字都不稀罕 對對對 就是 其實他們內部都已經有一份這個參考資料 就指出黃珊珊的做法都這樣 就是不會指名的指名道姓 那他們現在說那你不會名的指名道姓 那我們就直接揭發你 但理論上不應該蔣萬安自己出來打 應該是其他人出來打 只是蔣萬安被賭麥 他可能就是考慮比較沒那麼周詳 就把可能後面要講的之前講出來 他的選贈都已經從那個年後就說要宣布了 他的選贈毫無無聊嘛 不是嗎 我是覺得這個蔣萬安可以學習一下葉元之 他以後就自稱像王力宏的那個 這樣比較讓人家能夠接受他的形象 這個不要老是扯什麼蔣家厚人這種事情 這個免得引起大家歷史學界的不斷的討論 應該迴避這個蔣家厚人這個問題 還應該專注王力宏的形象問題 這樣可以引起更多的年輕人的喜愛 但是我覺得蔣萬安現在確實是節奏就已經亂了 那他這種節奏是說明他 第一他實際上從政經驗非常單薄 第二他這個人生一帆風順 所以他真的碰到有人挑戰他的話 他有點不知所措 第三一個他對台北市政一點也沒有琢磨 沒有好好想過 所以對於具體的跟王珊珊來辯論市政問題 他完全沒有考慮 所以才造成了大家在扯那個什麼蔣家厚代的問題 當然蔣家厚代對他來說最大的歷史包袱 蔣萬安雖然不承認 但是他必須回答的就是反共問題嘛 你認為你的爺爺要反共 你還要不要遵守你的爺爺的遺嘱嘛 這個問題他回答不好 使得他成為一個很大的將來被打的弱點 蔣萬安要面臨的問題 一方面就是黃珊珊的直接的這個直球對決 而且就是像俄羅斯的飛彈一樣 一直這樣子打你 那你就罷了 第二就是民進黨現在好爭以下要請教德語的是 剛才葉元支就非常的委屈的揭發了民進黨的陰謀 就是民進黨不推人 然後讓黃珊珊跟那個 蔣萬安兩個人打來打去 那黃珊珊江是老的辣 才出手幾天啊 就已經把蔣萬安打的節奏這個亂掉了 那接下來呢 而且呢 民進黨的中央裡面還有一個中央廚房 就在那邊這個 說是磕油油 挺磕的這個 有磕挺山 這個是以林鶴明非常了解柯文哲團隊的這一幫子人 所做的一個攻擊 所以在這個側翼的攻擊的情況之下 蔣萬安都已經有點這個非常吃力了 也從上個禮拜一直到現在 然後他們還要拿這個所有的劇本 國民黨的人都要拿著打黃珊珊的劇本 你把黃珊珊按照政治上的這個 我們的一貫的經驗顯示 這種打法對黃珊珊只有好處沒壞處啊 除非你抓到黃珊珊什麼其他 更那個在施政上面 或是在個人人品上面的其他的問題 黃珊珊在市政府裡面 唯一的一件事沒說清楚的 就是那個那個ban 對 或者說蔣萬安笨到都不會問姐姐 你的ban是誰啊 你告訴我啊 所以只有一個ban 那這個ban呢 蔣萬安還沒把他當成是一個重要的籌碼 所以說我覺得這個蔣萬安外強中肝 空有這一個學經力這一個社會形象 然後又自詩為這個蔣家後代 結果上了這個戰場來打選戰 完全經不起考驗了 尤其他還在用這個傳統的這一個 精英的血統論來搶 深藍來搶這個藍軍的這一個票員 他看到過去馬英九也好 看到好龍斌也好都是黨國之後 所以他認為說他要來爭取 這一個臺北市長的這一個大衛 爭取國民黨藍軍的這一個提名 他一定要強調我的血統論 我們到處了 我們到處了